星期一的時候我們說到了 校園槍擊案的槍手被交保釋放 家人還上新聞說這都是學校的錯 都是其他學生的錯 他的兒子是被霸凌的 新聞媒體也都沒有再多說這件事情了 因為這件事情的主角是個黑人 是個有完整家庭的 有爸爸有媽媽的黑人男子 這跟左派的方向完全不同 所以就不再討論這件事情了 這已經很扯了吧 放心,美國的左派不會讓你失望的 芝加哥上個星期發生了槍擊案 多人受傷還有一個人當場死亡 全部都被攝影機拍了下來 而且也抓到了槍手 沒想到芝加哥的檢察官 Kim Fox 竟然不起訴 這個決定就連長得像 Samson的人物的左派市長 Lori Lightfoot 都受不了 因為不起訴的原因竟然是 他們沒有打算要傷害任何其他人 他們只是普通的幫派火拼而已 蛤? 我是Ethan,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這個世界充滿了想要傷害你的人 霸凌、校園槍擊案、民主黨、左派、自由派、墮胎 各式各樣想要讓你的生活變得更糟糕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主動的保護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我們在這裡可以說很多關於道德的方法 但是對於指甲油的話 就是要非常非常注意了 一般市面上的指甲油標榜的都是3-free 最高的有7-free 只有Niji Nails的指甲油使用的是10-free的材質 這些有害物質有一串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會念 但是這些東西絕對是對你的健康有害的 Niji的指甲油可以讓你的指甲變得更漂亮的一個產品 現在就到www.nijila.com 購買上百種不同顏色的指甲油 而且只要付款的時候輸入AINews10 就可以享受10%off的優惠 今年就送給你自己的老婆或者是女兒最漂亮的指甲油吧 檢察官Kim Fox 拒絕起訴這個幫派火拼事件的5個男子 這件事至少造成了一人死亡 以及兩人受傷 就算警察已經有足夠的證據以及證詞 要來起訴這5名男子 因為這5名男子都有開槍 這5名男子上星期 因為檢察官拒絕起訴的原因被釋放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路要的證據 到底是有多麼不清楚 露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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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動 стоит continue 作詞 是透明的 konnt isso 合作有性分 你说 神び 政府的 认為 警察 of who did what, and noting no one involved was cooperating with detectives. 根據已經公開的 police report,這位檢察官說, 警察沒有說要起訴他們啊。這是假的。 執法的警察把這五個人至少上了兩個罪名, 其中包括了一級謀殺罪,還有蓄意傷害罪。 報告上顯示,這個槍擊案是來自於兩個不同的幫派。 有點長,我在這邊幫大家簡單說一下。 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兩個幫派起了爭執,然後互相開槍,就有人死了。 警察把這些槍手全部抓起來,然後檢察官說,那算啦,連一張罰單都沒有開。 這五名嫌犯were released without charges on Sunday, because, 這邊聽清楚了喔,這個是不起訴他們的原因, According to status attorney's office, they were targeting each other. 檢察官後來說,證據不足。 就算你剛剛已經看到的影片、照片、車牌號碼都不夠。 Kim Fox 的辦公室之後發出聲明說, Mutual combatant,是不起訴的原因。 那什麼叫做Mutual combatant? 你如果用Google翻譯一下的話,就是互相的戰鬥人員。 英文解釋就是,a fight or struggle that two parties willingly engaged in. 一個雙方都自願進入的戰爭,或者是掙扎。 也就是說芝加哥的檢察官,目前已經把幫派火拼除罪化了, 只要雙方是互砍的。 如果說你是某個幫派的人,其他的幫派在你的地盤販賣毒品的話, 你就可以開槍過去打死他。 只要死的人是幫派的份子,沒有打到其他人就OK了。 這件事情,看起來有多難看。 就連這個史上最左派、最種族歧視的神經病市長Laurie Lightfoot 都出來說, 你這個檢察官到底在幹嘛啊? 這表示芝加哥這個城市,重新開啟了決鬥這個機制了嗎? 我們又回到16、17世紀,如果你跟一個人起衝突, 你們可以約在哪個公園,然後背靠背,然後互相開槍嗎? 或者是在Pasdena Colorado Boulevard上面, 兩個人走到路中間互相開槍嗎? 當我們的國家因為政黨或者是政治目的,刻意劃分人群, 打造出受害者跟壓迫者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人就會變得越來越不要臉,因為他們只要裝作是受害者的身份, 就可以有特權,只要認為自己是被壓迫的,就可以隨便編故事。 我們在美國,大家都開車,我們在洛杉磯大家都開車。 我不是在詛咒每一個人都出過車禍,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應該都有出過車禍。 其中一個後方追撞,Rare Ended,這個是最難脫罪的一個, 除非你追撞的對象是一名開藍寶吉尼的白人。 好,歡迎? 所以,我嘗試看下車禍。 你去吃我車禍,你 salah的前方做到你車禍。 是嗎? 你嗎? 那是我的新車禍。 人家中央actions的開車禍。 那是是這樣嗎? you from behind no you hit me in the front of it remember when i was at a red light you went in front of me and hit my car oh yeah okay that's cool uh probably move the car from thing and now i'll call the cops for you that's why you white people that's why you white people you know this fucking privilege this nice ass car how do you bitch so that's my new fucking car look this you are here and she can't you see you have where it went in or where she drove into it you look you were here and she can look you see and you can see you know the fact that you can do it and still do it the same thing it means you can have state offices that are working with the bottom of it so that the situation is called of a non-redual both percent of the people the side of the money is going to create the same things thatصل to you so you can directly fight it this situation is called the non-redual the whole lot of people which is what the classic you're not supposed to you're not supposed to you're go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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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失去所謂的羞恥心 我真的不想要人家住的羞恥心 我都不想要人家住的羞恥心 我只看見他們八個層的羞恥心 我還不想要人家住的羞恥心 你知道什麼事嗎 我告訴你什麼事 你不要說話 哇 歡迎到PORTLAND 你不想要人家住的羞恥心 我多數幾個羞恥心 在這個視頻裡面可以看到,這群竊賊完全不在乎 因為他們沒有犯法,他們在做的事情是被Poorland允許的 槍擊案、槍手可以無罪釋放 打砸搶,偷竊的小偷可以對著攝影機嗆聲 之前偷渡來美國的人要被遣返,要付罰款,要付刑事罪的責任 現在他們不但可以進來,還可以免費的住進 連我們都不太願意花錢住的Airbnb 拜登的3.5 trillion的經費裡面,還包括幫他們付大學的學費 當我們的大學生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還不起助學貸款的時候 他們要把這些你跟我的納稅金創造出來的財富全部去買票 那麼好人奉公守法的公民,像我們這個樣子的,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會失去工作,我們會被開除,我們的槍支會被奪取,說我們是國內的恐怖分子 他們會被關在我身上的社交部,你跟他們說給我來得到 你當你不必須嗎? 你不必須貼到我,你不必須貼到我 你不必須貼到我,你不必須貼到我,你不需要責任 I'm willing to go lose everything job paycheck freedom even my life for this cause be well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and now this year I'm a zero this year they want to force a vaccination or treatment into my body that I don't want so they're telling me you take the jab or we take your job you take the jab or we take your job and I'm here to say no that's not ok that's not ok 这位UCLA的医学院医生 就这个样子被停职了 他们不开除他 因为开除他的话 他就可以领EDD 他们想要利用这个疫情 来制造恐慌 来让人民彼此攻击 不是一个新闻 而是历史上的证据 政府的目的 政客的目的 就是要聚集人群 来攻击自己的政敌 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这位医生在影片里面说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工作 薪水 自由 甚至生命 目的就是要继续当医生 继续救人 这个就是去年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冒着风险工作的医护人员在做的事情 在全部的人都不敢工作的情况下 他们每天上班 每天再加班 他们薪水没有涨 但是工作量却增加了 最容易生病 风险最高的就是这群医生 但是现在却因为不打疫苗而被开除 这个就是政府利用完你之后感谢你的方式 因为所有的极权政府都知道 控制这个社会 最重要的是要控制教育 教育可以洗脑人 教育可以让小孩脱离父母 教育可以让小孩屈服在政府之下 可以变成政府夺权的达手 当 non-English speaking parents requested to give input for the ethnic studies curriculum during the statewide review process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nied them equitable access by failing to provide the document in Spanish this is hypocrisy why did they exclude them? maybe because educational elites do not want immigrant parents to know that open-ended gender choices are included in ethnic studies as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s not fighting racism they are practicing racism with arrogant superiority they are not only deceiving the Hispanic community they are lying to the black community as well this black lives matter coloring sheet for the elementary children say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gender by listening to their gender own or to their own heart and mind everyone gets to choose if they are a girl or a boy or both or neither or something else and no one else gets to choose for them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Sacramento elites could not put the ethnic studies draft in Spanish for parents but they could put this gender coloring sheet in Spanish for non-English speaking Hispanic children ethnic studies is a Trojan horse to bring in extremist gender indoctrination under the banner of inclusion, anti-racism, and diversity it's no accident that Planned Parenthood partners with the highest minority school district and is advising students via text messages that they can make up their own gender and steal them away toward puberty blockers here's the evidence I'm a youth pastor and I am discussing with the things I am seeing this is an abuse of public education and betrayal of parental trust our society can be used to be moved our父母 除了在幫政府 製造出這些巨嬰以外 還把這些 已經準備好 被洗腦的巨嬰 交給政府 我們的父母 因為 我們過度縱容 以及溺愛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小孩 變成了一群 無法判斷是非對錯的人 就算 拿槍去學校開槍 都應該被原諒 一下是上個星期 在學校開槍的學生的媽媽 跟一群家人 站在學校的門口 幫他的兒子辯護說 他拿槍去學校 其實是你們的錯啊 是這個社會的錯啊 我們要原諒這個無辜的孩子 有一個影片 在社交媒體上 顯示他被攻擊 他不是只有一個人 會攻擊他 把錢取得 把錢取得 罵他 因為他有有更多的東西 比其他人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站在一起 在罵這個罵 這可能是個地方 他當時 他把另一回動 決定要犯殺 這個手剪 他剩下手剪 我們沒有正確 那是不正確 但是他在想 保護自己 對 对,我们应该要跟这位学校枪击案的罪犯站在一起 手牵手心连心来喝止霸凌 这个人没做什么 他只是带枪去学校而已 跟一个他觉得在欺负他的人打架 拔出枪来开枪的人而已 还有一个人是老师 这个老师是背部中枪的 因为他试图要停止两个学生打架 他的行为就是在杀人 他就是一个杀人犯 不管跟他起冲突的学生是不是在霸凌他 但是我不会对着霸凌我的人开枪 这个世界已经被霸凌这两个字霸凌太久了 我们使用霸凌来解释所有的社会问题 相信我刚来美国的人都被霸凌过 我妈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好找不到工作 就算很努力的考上美国护士执照 能找到的工作也只有其他的护士不要的那种大业班 就算在大业班里面他是RN 他还被应该要听他话的technician霸凌过 在背后笑他英文不好还来美国 好笨好蠢 后来我长大了之后他跟我说 他下班的时候会在家门口难过到哭 问自己说我来美国干嘛 之后带着笑容进来帮我跟我妹做饭 然后明天再继续重复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因为英文不好 被同学笑作业写不出来 然后被老师骂留校查看 霸凌的人几乎都是比我早来一年 或者是两年的台湾人或者是中国大陆人 我有一次跟我的同学借电子字典 那个女的问我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说不是 他就找他男朋友要来打我 霸凌跟被霸凌到处都在发生 我们不可能创造一个系统 是不可能有霸凌发生的 只是我们如果小时候不面对霸凌 而且我们的父母跟这个罪犯的父母一样 不分是非对错的话 当我们长大了 到了社会上遇到可以使用金钱 工作机会 甚至你的家人的处境来霸凌你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而政府就会使用你这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无助感 放大你被霸凌的感觉 告诉你说你很无助你是个受害者 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 只要你完全支持政府 他就会帮你得到正义 得到这个样子的公平 就是使用这个样子的机制 让你心甘情愿的起来斗地主 然后跟你说革命无罪造反有利 然后写一首歌第一句话就是跟你说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只是要你当他们的奴隶而已 文革几十年前在中国发生过 现在只是在台湾跟在美国发生而已 我们如果不说出事实 我们如果不站起来面对真正的霸凌 如果我们打着被霸凌的歧视 来得到我们个人的目的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跟霸凌别人一样 我们就会变得跟左派一样 真理就是不管时间空间距离文化都是真理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扭曲真理 事实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事实才叫做事实 很多人问说 我为什么会信基督教 你还蛮聪明的啊 脑子还蛮清晰的啊 你怎么会相信一艘船上面 可以有所有的动物 你怎么会相信死人会复活 你怎么会相信红海会开 因为这本书上有一套神给的律法 这些故事全部都是一个真正的神给出来的律法 在这个世界上是合理的 符合事实的 是正义的 只有耶稣才可以给我们勇气去面对霸凌 只有耶稣才可以让我们看清事实 只有耶稣才能叫自己真理道路 其他的宗教会说 他在菩提树下面打坐啊 寻道啊 目道啊 只有耶稣这个真的神可以说 我就是道 现在美国的情况 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不是川普不是Ron DeSantis 可以拯救我们的 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需要耶稣 请帮美国祷告 请帮我们祷告 请帮你自己祷告 让我们继续的有勇气 来对抗所谓的霸凌 各位AI News爱报导的观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 让我们可以持续的 让这个频道继续运转 也感谢神奇传播 以及Niji Nails 给我们这个机会帮他们打广告 根据客户的反馈 神奇传播的订阅有明显的上涨 Niji News的网站流量增加了300% 打了广告短短几天的时间内 销售额就上涨了10% 而且全部都是使用了 AI News 10的折扣码 可见我们的广告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希望各位可以通过 看神奇传播 给更多的人传福音 学到更多的知识 也希望各位喜欢自己新买的指甲油 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使用Coffee这个平台 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系统 我们目前已经有52名固定的付费会员 Yay 感谢大家帮助我们这个频道可以继续维持 我们真的心存感激 稍微算了一下 依照目前各位的奉献 还有商业广告以及会员系统 我们还可以持续维持这个频道 你猜多久? 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非常感谢Paul长老依旧帮助我们 让我们继续使用这边的办公室 让我们可以继续稳定的提供大家新闻 在这里我们呼吁一下 还没有加入我们Coffee会员的观众 请帮助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可以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让你每天看到不参水 没有政党目的 不带风向 只用圣经的角度 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新闻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帮助我们的事工成长 让更多不认识神的人听见福音 让更多不讲政治的基督徒和牧师 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很多人每个月都要交很多会员的费用 例如像Netflix Hulu Disney Plus Amazon YouTube Membership 你的小孩 或者还有Xbox PlayStation Nintendo的会员 健身房 Costco 高尔夫球Club的会员 你爱看电影的话 还有AMC的会员 各方面的 我们希望你能慎重的选择 你所接受的服务 可能你花的很多钱 都在左派公司的旗下 特别是关于娱乐方面的 这些娱乐产品 不但想要洗你的脑 他们还想要洗你小孩的脑 对他们来说 这些钱只是小钱 值钱的是你的资讯 以及你的未来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善用你的金钱 放在一个可以真正帮助到 社会的价值观的娱乐上面 可以真正的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基督徒看这些新闻该有的眼光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礼品来回馈大家 那现在呢 我们还在筹备的阶段当中 之后会陆续的推出 信息呢 会及时的在我们节目中更新 让大家知道 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帮助我们宣传 因为我们所讲的内容 是YouTube非常不喜欢的 哪怕很多人已经关注了我们的频道 但是YouTube它都不会让我们的视频 在主页出现 必须要找到我们的频道里面 才会发现 哦 视频已经更新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请大家帮助我们宣传 来转发我们的影片 来推荐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来关注 我们的试功能做到今天 都离不开大家的关心 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合作的 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宣传的内容 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 也请各位教会来帮助我们 我们很愿意帮教会打广告 或者是宣传做活动之类的 那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大家的祷告祝福 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 也非常谢谢大家 愿神纪念您的爱心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以后我们就每天都再见了 拜拜 老王报名了教会的寿司班 老王看着手中的寿司班教材 在那边喃喃自语 怎么了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嘀嘀咕咕的 太太啊 上帝创造一切 这我还可以相信 至于说世人都犯了罪 要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为我而死的救恩 特别是说我有罪 是个罪人 这我可不能接受 我没有杀人放火 坑文拐骗 偷窃强暴 甚至连开车超速都没有被抓到过 你说我要认什么罪啊 我哪里算个罪人呢 是啊 刚刚说的那些罪 你都没有犯过 但是几年前 你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被你的合伙人 卷款潜逃 害你的公司倒闭 你常常说 只要那小子被你遇到 你一定要宰了他不是吗 对啊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的标准是 只要恨人的就是杀人 虽然是他对不起你 但是当你恨他的时候 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了 这 另外 当你们男人看到漂亮女性时 是不是常常会 想入非非啊 这算什么 连成龙都说 这是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可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念的 就是与他犯奸淫了 所以上帝的标准 绝对不会配合 你们男人的肮脏念头 可是 你们女人不也是 常常嫉妒别的女生 长得比较好看 身材比较好 皮包比较贵 没事也传一些八卦 说人家的闲话 爱谈小兵 难道你们没罪吗 你说的对 所以我承认我有罪 我需要主耶稣的赦罪恩典 因为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 我就又犯了说谎的罪 那么你呢 这么说来 我也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不然又多加一条说谎的罪了 这才对嘛